这样的话就完整 再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把它选取起来 超连结到首页 并且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这一题比较考的就是说你的那个框架页的部分 很多人搞不清楚框架页 这里的话呢记得选取之后插入超连结 它要我们连结到这个把它回上一层 要连结到index 但是呢目标框架特别注意一定要选择哪一个呢 整页 一定要选择整页 整页按一个确定 确定 意思是点下去没有反应 那这个问题很多人问 老师那可是我点下去 怎么都没有任何的跳动的这个 这问这个没有跳 有没有点下去 这样才是正确的 很多人说那可是我点的没反应 它就是 它就是要你这样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反应 顶多就是这样闪过一下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 想说这样应该是错的 就改改成别的样子 反而更糟糕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这个第二小点 第三小点背景图 图格式背景有没有 然后背景图片它要02 images里面 要找到这个有没有0202 这点下去按开启 那接下来下面其实我讲过嘛 网页的背景图跟网页的背景音乐要同时可以设定 在一般这里有没有 这边就可以设定 然后它的位置是在music里面 一个而已 所以不用选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一二两个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呢按一个确定 好这样就完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三跟四 再来的话呢五跟六 五跟六的部分呢 它说请设定框架边缘可以调整大小 然后另外的话请设定框架显示卷动轴如果需要 那这个地方怎么设定 特别注意哦 其实这个设定呢 你只要开启框架框架内容 你就知道怎么设定了 框架框架内容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框架边缘可调整 那可调整在哪里 可调整有没有看到 可调整大小 就打勾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 它主要是考你对于那个 功能熟不熟了 再来 显示卷动轴改成什么呢 如果需要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这边把它改成 永远不检查改成如果需要 打勾如果需要 这样的话就完成五跟六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按确定就完成了 Tub网页就完工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 上面的这个超连结记得 一定要是相同的 下面这个地方的一定就是整页了 所以这地方特别注意 目标框架是整页 其他的话我想你们设定一下 那功能部分比较容易疏忽就是这个框架页这里 打勾如果需要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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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